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 欢迎来到应证经营 下面我们进行黄金 白亿原油的交易指南 那么今天是周五 在交易上注意不要此长过夜 我们看今天有什么重要的数据和事件 那么今天最重要 无疑就是美国的非农数据 那么市场预判的是20万 前值是26.3万 也就是市场认为 美国的就业会大幅的下降 那么就业大幅的下降 会利多美元 然后对加息的预期 也会降低 那么此时美元 大概率会先涨后跌这种格局产生 我们这里面列了一个 非农数据 近两年来的一个走势图 但明显可以看到 在这个走势图里面 非农数据是震荡下跌的 也就是美联储加息 其实是有一定的效果 明显这种下跌趋势 通过非农数据不断的下跌 我们可以大胆的预测一下 12月份加息75个基点的概率 几乎为零 可以看到加息50个基点 是很大很大概率的一件事情 那么这个非农数据 近期是比较尴尬的 以前非农数据一公布 2,30美金 4,50美金的波动 都是经常出现的 但是自从美国开启 加息周期以后 市场的关注点都在加息里面 而且因为加息 所以市场的流动性 大幅的减弱 所以这个非农数据 近期的一个表现 通常都是在10美金左右 我记得前几次的话 有的时候行情都不怎么去动 所以市场对于非农数据的 关注度 或者资金的一个炒作的热情 是大幅的下降 那这也就告诉我们 这个黄金市场 想要反转的话 概率还不是很高 因为你该活跃的地方 不活跃 这个市场就表示缺钱 缺钱的话 它就是一个短线炒作 力度比较弱的一种表现形式 反转的概率也就没那么高 所以什么时候 这个非农数据 波动突然间变大了 回归正常 表示黄金市场的参与的人 回来了 那么这个资金一旦到位 反转了才有可能产生 下面看一下基本面的一个情况 看懂基本面投资不迷路 所以我们看第一点 据之前人透露 苹果公司已经暂停研发部门 以外许多职位的招聘 在现有的预算计划的基础上 进一步的削减开支 那什么意思 就是苹果公司 这么能赚钱一家公司 都能感受到未来经济寒冬的一个出现 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大家看到苹果公司 几乎已经暂停了 所有部门的职位招聘工作 公司在未来几个月内 不会招收新员工 并且可能要持续到 2023年9月 可以看到这个时间节点呢 就给到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因素 也就是苹果公司啊 他们判断呢 2023年将会成为一个很艰难的一年 很多的企业都会把2023年呢 判断为一个很艰难的一年 苹果这么赚钱公司 他们的一个预估呢 是估到9月份 所以这个2023年的话 很可能会爆发很多重大的事情 请大家在交易黄金的时候啊 要多多的留意 所以2023年 既然这么艰难的话 很可能会成为黄金的一个 很多爆点的一年 同时呢 苹果公司 他们能够感觉到经济寒冬的话 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2023年啊 是原油很可能成为一个 持续下跌的一年 但是原油不管怎么下跌啊 美国已经划出了一个底线 那就是70美金 70美金 他们的一个战略储备就会进场 所以这个原油呢 我们判断了2023年呢 会进行一个冲高回落 这样一个格局 今年年底啊 这个原油有上冲100美元附近的话 建议大家啊 重点的去布局相应的空单 你看到 苹果有一份声明也表示啊 公司将继续招聘 但鉴于目前的经济环境 他们在某些业务领域啊 采取了非常谨慎的做法 我们想要深思熟虑做出明智的决定 使我们能够长期的推动创新 另外呢 这个亚马逊也宣布啊 因为宏观经济前景恶化 该公司已经决定暂停招聘新的员工 另外这个Facebook呢 也是一样啊 冻结招聘 重组部分团队 还有这个马斯克收购推队以后呢 也是大幅的裁员 虽然这些大公司的动向啊 足以给到我们一个很明确的方向 全球最大的原油出口国沙特 下调了销往亚洲的原油售价 且下调幅度超过预期 表明随着经济的增长放缓 该地区的原油需求呢 走弱 因为之前沙特针对亚洲地区 是调过一次价的 所以这一次下调 等于是回到之前的一个原价 所以对于亚洲地区国家而言 它有影响 但对原油市场整体而言呢 影响不是特别的大 它之前是上调90美分 现在呢是下调40美分 所以沙特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下调空间的 这里有一个时间节点呢 大家可以记一下 就是沙特为大多数中东石油出口国提供定价参考 通常在每个月的第五天左右 公布下一个月的价格 下一条我们看一下 消息人士周四表示 七国集团和澳大利亚已经同意在本月晚些时候 敲定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设定的固定价格 而非浮动价格 之前是给了一个区间 对吧 那么现在觉得说这个区间呢 不太可靠 想要把这个区间呢定为一个固定的价格 G7已经同意价格上限将是一个固定的价格 将对其定期审查 而不是与某个指数挂钩 但是我们看到初始的价格还没有确定 但应该会在未来几周确定 那么根据美国财政部此前发布的一个指引 它的时间会在2022年的12月5号和2023年的2月5号 那么这个原油价格上限 现在我们看到也是遮遮掩掩 你看油爆皮靶半折面 对吧 又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细则 又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价格 一直在吹风 一直在吹风 其实就是给俄罗斯进行一个施压 但是俄罗斯我们看到最近呢 也是不断的喊出这个核赞核赞 给出了这个最高的一个施压 给到G7国家 我们一开口 我们就往最高权限去走 直接给到一个极限的施压 那作为交易者呢 跟踪这个消息就可以了 但是你要牢记这个时间 12月5号 这个时间节点一旦真的宣布了 原油价格会怎么走 涨的概率会高一点的 12月5号之前呢 这个原油很可能有一波下跌 做一个底部 然后等这个12月5号一公布 然后出现一个上涨 最后一点我们看一下 欧盟据称啊 考虑将冻结俄央行资产用于乌克兰的重建 知情人士最新的报道 欧盟正在研究利用已经被其他成员冻结的资产 数十亿欧元的俄罗斯央行的资产 来帮助乌克兰重建的可能性 请注意哦 这个事情一旦真的发生了 那么欧洲的经济呢将会大倒退啊 为什么呀 因为请大家注意这是一个什么 央行的资产 其他国家在欧洲地区 有没有央行的资产 肯定有的 这属于国家主权应该有的一个资产 对吧 如果说你能把这个资产拿去挪用的话 那你想想 赤裸裸是对主权的一个挑战 对主权的不尊重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借口 对不对 你要去联合国里面去搞 那你现在自己在这里面 就把这个事情给定下来 直接去挪用的话 这个性质是很恶劣的 那么这个时候你想想 俄罗斯这么大的国家 都能被你这个资产挪来挪去 那么其他小国家呢 大家资金放在欧洲 还有安全感可言吗 就没有任何安全感可言 所以大量的资金会出逃这个欧洲 就像这个瑞士之前啊 宣布了这个冻结 俄罗斯资产以后 大量的资金也在出逃这个瑞士 因为你的性质变了 你的这个权限越过了红线 就变了 所以这个讨论 我们判断它不会执行 它只是放出口风来试探 俄罗斯的一个反应 试探它的一个底线而已 所以这是一种施压性的新闻 连美国都非常的谨慎啊 今年5月美国财政部官员曾表达了对这一做法的担忧啊 担心这会阻止其他外国央行将资产存放在美国 没收央行资产是一个法律的雷区 这个用词就已经很严重了 你看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当时也表示 他认为此举在美国法律上是不允许的 也就是说这条红线美国他也不敢踩啊 你欧盟想敢敢踩这个红线的话 那等于是践踏主权 那等于是对这个国家主权啊 不放在眼里了 那么全球这么多国家 谁还敢把钱放在你的身上 对不对 所以这个事情啊就是一个施压性的一个新闻 敢踩这个红线的话 那么欧元啊 未来将会成为一个巨大的一个空头 所以这一点请大家多多关注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基本面啊 现在还没有关注我们益政经营朋友 点点关注 关注益政经营 黄金白亿元有投资不迷路 下面进行技术分析的讲解 我们还是用K线法则这个技术啊 给大家去做一个解盘 想要学习的朋友可以加入我们益政经营 首先我们看一下原油啊 原油根据我们的K线法则啊 今天最大的阻力是在90.98和90.75 那就是说到了这个价格 难道就不会涨了吗 非也啊 到这个价格就表示这一波的上涨已经历劫 也就是说这个多头啊 我拼命拉到这里没钱了 没利了 没有后续的资金呢 能够继续往上做一个助推 所以这个位置呢 我们不敢说它一定会跌啊 但是它会在这个位置呢 横盘震荡休息 休息什么呀 等待这个位置形成新的法则啊 再考虑往上冲 所以如果说你想做空的话 90.75和90.98这个价格区间 是原油啊 做空的一个很好的点位 那么做空以后呢 它有一个震荡啊 会不会大跌 你就看这里会不会出现大阴线就可以了 那目前根据四角度去看呢 大跌的概率啊 不是很高啊 会在高位做个盘整 我们判断呢 会在89和90.91这个区间呢 做一个震荡 就这样一个区间啊 做一个徘徊 这个概率是比较高的 因为原油啊 整体而言还是多头的一个消息啊 还是蛮多的 所以未来这个原油呢 我们还是看涨 但是今天呢 它的这一波的多头啊 已经历劫了 它要回调 做一个休息 等待二次的一个进攻 这就是一个原油 当前一个情况 我们看一下黄金的收温图 根据我们的K线法则呢 当前这一波的上涨啊 已经摆脱了这一个下跌的阴霾 请注意摆脱了阴霾 也就是说 从结构上 逻辑上 黄金呢 已经改变了下跌的结构 它要进入到一个什么 上涨 那么上涨的话 它涨到什么位置呢 根据我们的现在法则去看呢 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 就是你这一个的上涨 理论上会涨到1669和1664 这个价格区间 涨到这个位置才有可能 比较明确一个下跌 但是 这有一个底线 这个底线是什么 就是1642.77这个价格呢 不能再破 我们这边讲了破位的是 以收盘价为准 收盘价再破上去的话 那就表示 这一波的上涨 它二次加速的资金的接力呢 接不上去 那接不上去呢 这个位置回调了 那就会形成一个震荡 那么这种震荡呢 请大家注意哦 你这位置是一个下跌 这个是一个上涨 这个低一点呢 是一个多空转折的关键节点 而这个位置呢 是多头啊 利捷的点 一旦这个黄金出现下跌的话 想要跌穿这个价格呢 概率不高了 不高了 所以未来这个黄金呢 这里不再往上冲的话 重回1642.77 那会在这里形成一个区间震荡 走出一个什么 三角形的一个格局 这种概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今天晚上这个黄金啊 能重回这个1642.77 那么就意味着这个高点呢 就是你做空的一个点位了 那你就可以做空 然后到底部附近呢 买涨低吸高抛 那么在十分图里面呢 低吸高抛就会成为一个主流 直到它形成新的法则破位啊 才能走出新的方向 我们看一下美元 美元在四角图里面呢 上升的格局和逻辑结构 没有发生改变 所以这个美元你想要它大跌啊 这个概率还不是很高啊 可能性也不大 那今天晚上呢 我们看十分图 那么在短线上呢 这个美元啊 上方的一个阻力呢 在113.1和113.44 那么往下支撑在112.147 所以这个美元啊 我们是看高位震荡 但是不看大跌 比如在这个区间里面呢 做一个震荡 这种概率会高一点 我们看一下白银啊 白银呢 当前它整体的格局是没有变的 你看是不是还是这种区间震荡 还是一个扩展三角形 所以这个白银呢 今天我们继续看涨 但是涨到这个高点附近呢 你就要注意啊 做空了啊 它这个格局和逻辑啊 是没有变的 在设计图里面呢 白银有两个阻力位 第一个是20和19.94 这个价格区间 第二个是20.5和20.63 这个价格区间 那我们判断呢 去20.5和20.63 这个概率啊 不高啊 这个白银呢 我们判断会在这个位置啊 这个区间啊 开始往下跌 做一个震荡 这是一个白银啊 建议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啊 准备高空了 到这个价格的概率 不是很高 除非啊 它这里是一个什么 四小都巨阳线啊 很大的一个阳线 才有可能涨到这个位置 所以呢 这个点位你可以挂单啊 预防这个意外 而这个位置呢 可以手动下单 当然今晚上有飞龙 对不对 刚才没讲过了 这个飞龙呢 在近期啊 它的一个影响度呢 不是特别的高 所以呢 在交易上呢 规避这个飞龙 公布那一瞬间的行情 就可以了 只要它一瞬间的公布 没有让它形成 有效的站稳 那你就 技术怎么走 你就按技术走就可以了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观看 记得点赞加关注 一键三点 有任何问题啊 可以在评论区 我们沟通交流 我们下一期再见 再见